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 其实呢 我之前有在节目里面 不止一次的书 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 然后呢 终于等到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 对不对 欢迎这位里长啊 Linian你好 嗨大家好 我是Linian 你为什么叫里长啊 里长是一个新的延伸啊 新的延伸 以前叫梨农嘛 然后后来 因为他的名字叫Linian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在网路上很多人就叫他梨农 就是种梨子的农夫 对 对对对 那里长是 里长就是因为后来我开始发现说 因为早上开始培养一个习惯 去骑脚踏车 然后就是 路上只有阿公阿嬷你知道吗 然后我又住在淡水嘛 所以就是你每天 我每天路线一样 看到风景都一样 就会知道有些细微的改变 然后就想说 哇我真的很像里长 等等等等 你说你早上会起床去骑 骑单车是不是 骑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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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活这么热火 我的意思是说 真的好热 不是 因为像娱乐圈的人啊 通常都是 就是睡到中午 然后那个下午才慢慢苏醒起来 开始工作 对 然后很多歌手早上 他其实工作不出现的 对对对 因为早上就已经出现了那一行 对因为我把早上 划分为我自己创作的时间 你早上就可以创作了 我只有早上创作 所以说你是早睡的人吗 不早睡 因为我有些时候半夜啊 就是不小心打开IG 他还在他还在开直播唱歌 对不对 就是我还是会固定的 差不多的时间醒来 你人生有睡觉这件事情吗 没有 你真的不太需要睡眠哦 其实我可以只要睡一下下 我就会蛮有精神 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那种就是 我反而会在白天的时候 很想睡觉 哦 对了解 所以说有很多的创作是 在白天的昏昏欲睡的时候 创作出来的吗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 是我的下午时间 通常是我最想睡觉的时候 哦 然后晚上跟早上 都是我最醒的时候 下午的时间 是他最想睡觉的时候 哦 所以以后下午 不要去打扰他哦 李一掌 谢谢你哦 我们知道了 他刚才给我们一些暗示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吵他 没有没有 访问 访问很精神斗手 好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李一年的第三张 个人专辑 恭喜你啊 感谢 感谢 谢谢多子哥 但其实等了很久 对不对 对 对 等了几年 说说 快三年了 我觉得快三年了啦 体感上 等一下 是刚好被疫情打到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算是 算是 然后又 但是我觉得疫情有帮助到我 就让我重新思考一下 我之后应该要怎么样 去做自己的创作 疫情有帮助到你 我觉得有耶 因为像很多 你们这个境界的人 创作型歌手 当然其实在疫情那个时候 创作力大爆发 可是相对的就是实际的生活 生活会受到很多的影响 对 比如说很少的这个 case啊 然后很多的演出被取消啊 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对 你也被扫到吗 对不对 我有被扫到 可是反而让你更沉静下来 就是有更多创作的能量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 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发现说 其实我好像有点创作不出来了 那个时候 但是我过得很开心 开始摆烂 对开始摆烂 但是就是开始去发展一些其他的兴趣 例如呢 就去看 开始喜欢煮菜 然后开始对煮菜很有兴趣 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你现在是烹饪大师 对啊 你已经可以弄一桌出来了是不是 可以啊可以啊 谢谢你哈 下次来吃 听不出我的暗示是不是 我知道你在暗示 班冬 所以你现在的拿手菜是什么 都可以耶 我觉得要看想吃什么耶 因为中西式它有很多 我觉得现在西式反而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中式反而它比较多 后面的 比如说它有很多 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肉 然后怎么煮 然后酱香味怎么来 对中式就是前置跟那个中间跟后面的处理 都好中 那个都是功夫啦 对对对对 所以练就一身好的烹饪功夫就对了 变成兴趣了 变成兴趣 所以说就放弃了音乐 那段时间那段时间 还没有放弃音乐 那段时间就开始一直有在唱歌 但是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写出自己想讲的话 然后我才重新回去看我第一二张专辑 到底怎么创作的 才发现这些问题 是是是 所以说其实那段时间其实 虽然说有另外一个兴趣出来 但是心里面也有点慌张啦 其实是这样对不对 有一点慌张是说 有一点慌张 但是它有一点被balance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停滞了 就是大家没有在动 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放任自己 去好好的休假一下 让脑袋放空一下 要不然其实之前赚得太快了 对 这个行业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很快很快 对对对对 包括创作型格是有些时候被催稿啊 对对对对 然后要赶进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那段时间算难得啦 对不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新专辑的这八首歌 对不对 这八首歌是在就是 就是那一段时间之后创作出来了吗 还是之前就已经有了 在那之后 然后那是我在培养了自己 重新培养自己的创作习惯之后 才开始写了很多歌 然后才有把这八首收进来 创作能力才慢慢的回来就对了 对对对 OK所以说其实好险啊 就是上天没有把你的创作能力给带走 他又回到了音乐圈当中 要不然以后真的只能在美食节目听到他 在太荒谬的一件事情了 OK 我们那天有去上一个节目跟美食有关的 你会不会觉得上的很有心得这样 我现在不知道播的时候 大家能不能知道那个节目是什么 但是我很开心 OK 这就是煮饭的 好妙 因为上次李宁人来的时候 就是他的第二张专辑 然后他就聊到音乐 或者聊到Neal Soul的时候 他就觉得眼睛发亮 我刚刚聊到烹饪的时候 他眼睛一样发亮 对我现在是为 就是对烹饪是最眼睛发亮的事情 最后你人生的两大兴趣 在这几年都被培养完成就对了 对还有潜水 现在开始喜欢潜水 你还说你不乐活 又脚踏车又潜水又烹饪 生活家 很开心 果然是个里长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会大家介绍里长的这张专辑 李宁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 专辑的名称就叫做 嗨澳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这里是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Midnigh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为大家访问到这位 在最近推出他个人的最新专辑的 Linion你好 嗨大家好 是Linion 林汉女先生啊 直呼本名 跟本名也差太多了吧 梨农 梨长 Linion 然后跟你的本名也差太多了 但是有林啦 就是从林来的 这个名字 英文名字是你自己取的是不是 以前一个厂牌的 就是第一个厂牌 齐青唱片公司的主理人 他们取的 就是因为你姓林的关系 所以说再取了一年就对了 对因为你看Lin L-I-N嘛 然后变I-O-N 有点像集大城的感觉 哎呦好大气 好威哦 没有没有 但这么威的一个人 你知道就心思很细腻 很脆弱 然后自己也有阴柔的一面 然后听说他很爱哭 对对对对 好不像你啊 哈哈哈哈 我也想形容这些 我都觉得说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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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形象跟你的脸 是搭不起来 你知道吗 因为平常都 都是很容易笑啊 可是可是 你开直播的时候啊 是帅 我跟他讲 就算他在他床上开直播 唱歌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 怎么会这么帅啊 就你连在 零睡之前的 那个唱歌的feu 都这么帅 我想说 这个人真是天生来做音乐的 對事情很容易感動 跟讓那個眼淚容易讓它出來 我覺得這是要一個過程 你覺得是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很好 怎麼說 我好像是聽到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講了一個觀念 然後好像就打開我這個能力 他說我最討厭別人在我想哭的時候 跟我說不要哭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 他就說你要哭的時候你就要哭出來 不然你就會壓在裡面 情緒有一個宣洩管道 以免以後火山爆發 然後他就跟我講了之後 我就開始平均分配這個眼淚 你沒事你幹嘛哭啊 還平均分配什麼東西 有時候聽到歌然後他很浪漫 你就會哇好浪漫 哭哭哭哭 你說是這兩年才培養的能力嘛 所以在之前的你是一個不太容易哭的人 或是就像我剛剛講的你以前比較剛是不是 我覺得是慢慢壓抑自己 到忘記怎麼哭這件事情 所以專輯的名稱曲嗨到是有原因的嗎 跟這個有點關係是不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整體的概念 它可以代表很多事情 像譬如說嗨奧嘛 那其實大家就會直覺就是說 這是藏身處 對 可是其實因為透過發行的動作的時候 你通常不會告訴人家你的藏身處在哪裡 可是因為我現在告訴大家我的藏身處在哪裡 就是發行了之後代表你們可以進來參觀來看看 因為我已經走出來了 我人離開了 就是那個空間還在 就代表這些作品它有一些空間可以讓大家進來參觀看看 可是這專輯裡面的八首歌曲啊 就你每次在創作的時候或是在唱的時候啊 有沒有真的會讓你很很當的歌曲 我的意思是指說就是每唱一次 那個情緒就會陷入到那個黑洞裡面 不會有黑洞 就是這張專輯不會讓我黑洞 但是會讓我很想哭 就是會覺得哇我被釋放了 就是壓抑了太久被釋放了 所以我現在如果一直誇獎你 然後如果你真的感動的話 你會在我面子哭對不對 有可能喔 你真的好好聽喔 人又帥 敞開直播啦 我好喜歡看 下次一起直播 我才不要毀了你的直播 不會啊很好笑 OK所以其實在唱或在寫的時候 其實已經被釋放出來了 對邊寫然後到完成的時候 它會有我覺得到最後會有一個 整體被釋放的感覺 既然你這樣說的話 會不會覺得說經過這一張專輯 不管是心理的那個翻角過程也好 或是這張專輯的製作過程也好 有沒有覺得現在比以前還更勇敢一些些 雖然說表面上看起來你比較容易哭 你像是一個柔情似水的男生這樣子 但其實你並且勇敢因為你敢去面對自己真實的情緒這樣 應該說我覺得因為就因為敢哭這件事情 其實在社會框架裡面是大家沒有辦法去 就是可能心裡會想說哇你怎麼會愛哭 或者是你心裡會想說哇我哭給人家看有點尷尬這樣 可是因為我現在連這件事情我都放掉代表我沒有什麼不勇敢的地方 我就哭啊怎麼樣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在這個社會底下 男生的那個當然女生有女生的壓力我知道 可是男生在這一方面的壓力其實也不小 就是我們一直被教育說你要勇敢你不要哭 我們小時候最常看你不要哭然後你跌倒你不要哭等等 所以說其實男生某部分來說還蠻壓抑的 我覺得是很壓抑喔 因為男生其實會變成開始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出口 所以我後來才發現說原來為什麼直男會開始喜歡講一些幹話 講一些諧音梗講一些垃圾話 為什麼是因為他沒有出口 沒有人敢就是譬如說整個群體譬如說一大群男生的時候 然後你突然跟他說哇我現在覺得心裡好難受喔 然後因為怎麼樣怎麼樣然後大家就說白癡喔 對對對 你幹嘛這樣我打球 可是其實每一個男生心裡都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就是我們我們要男生不要哭 只是因為怕那個場面尷尬 對 特別是一群兄弟在一起的時候 對大家就覺得哎呦這樣 可是我就後來覺得我才不管了 有這個認知最好 然後而且我有試過 我就直接在大家面前哭 我就狂哭 我就一直哭 你說最近這幾年嗎 對我就一直故意跟他們塞那這樣 就是我就看直男會怎樣 結果後來他們的反應是 結果我發現他們其實會很柔的對待你 因為他們覺得你很真 然後不會有那種 我覺得可能剛好因為我的朋友也是很多年的朋友 所以他們非常的了解我 也夠真性情啦 對對對所以他們會就是會安慰你 然後會知道你怎麼樣狀態 可是我覺得啊 尤其對於像你們這種工作 就是創作型歌手而言啊 有這種細膩的心思是好的 就是其實你們本來那個感情的那一面 就比一般的所謂的上班族 可能還要細膩很多 那情感的宣泛當然就是會比一般人的那個顯現還多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好事 我覺得有可能是他們只是把自己的這個情緒壓抑下來 對所以我只能用我的角度來幫他們釋放 感覺起來這張專輯好像是一張他的靈療專輯 你有沒有發現 好有功效啊有沒有 拍到這張專輯啊 大家一聽成逐步了嗎 的那種feel這樣子 但是其實Linia也要告訴大家 就是真的有情緒的時候不要藏起來 對對不對 有些時候呢這個真的 如果累積太久的話 反而到後面會變成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蠻危險的 對不對 OK好的 所以說在這張專輯的這個八首歌裡面呢 其中的第一首歌你的一開門的歌曲 你是Listen to me對不對 對 希望大家在專輯一打開的時候就聽聽 在這段時間你的變化是嗎 除了聽到我的聲音之外 也可以聽到你自己的聲音 就是大家在你的聲音當中除了聽到你之外 然後也來療癒我們自己 聽聽我們自己的聲音 因為在開頭的時候 我們就設計說 因為像可能Gospel的音樂 他們不是會有非常多人一起唱嗎 所以開頭的時候是非常多的人聲疊在 Listen to me 對對對 就是一個很乾淨的那個 很像福音唱法的那個東西 對對對 就是希望聚集群眾 讓大家覺得我們是一起的 不是只有Linia 是你跟我之間的關係是一起的 我們一起 對對對 真的真的真的 好讚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就來聽聽這張專輯的開門歌曲 其實是一個很有力的開頭 不得不說 OK好 來聽聽這首歌 歌名就叫做 Listen to me 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訪問到的是Linia 帶來她的個人最新專輯 就叫做 Hide Out 藏身之處 對不對 對 OK好 那我覺得也算有心啦 就除了有數位的專輯之外 聽說還會出實體對不對 對 就是我們現在實體 其實已經在預購中 然後它的特別之處呢 就是 它的價格 是 Show me your love 是520 比連這個都要經過特別的設計啊 沒錯沒錯 非常有心去想這個概念 然後520 520買一張Linia 哎呀好值得好划算啊 對 就是你用數字也可以告訴我說 欸你跟我之間有一個連結這樣 哈哈哈哈 你說那是你們 就你跟歌迷之間的密碼就對了 對對對 欸怎麼還有心要出 出實體專輯啊 就實體CD就是還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實體還是跟大家比較有一種接觸的感覺 哦 對 所以 其實那張CD就是 我之前有在直播有跟大家稍微展示了一下 其實它打開的時候裡面會是一個笑臉 哦 就是那個CD上面 CD是一個笑臉 你就想要做一個很療癒感的東西 就是 微笑 哦 就是從長身處走出來之後 然後你會看到一個滑板滑出來的樣子 哦 然後會有微笑 然後最後是因為風底就是在海邊 是 然後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找到一個療癒自己的地方 像對我來說就是海 哦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這張專輯找到一些自己 譬如說你要去哪些元素的地方 你喜歡土 是 你喜歡什麼 就可以去找自己 他們擺明 элем 他這樣講就是 要針對金曲獎裝偵设��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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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有氣 沒有沒有沒有 那裡面其實都是你的生活的一些感想對不對 譬如說你喜歡海 對不對 你喜歡哪一個藏身之地 那個就是你的概念就對 對對對 ok好 所以說而且聽說是限量對不對 限量的 限量的才有簽名啦 嗯 對 因爲不然我右手會爛掉 會簽到 他之前在念書的時候呢 已经练Bass 练到你的手有点问题了 那是左手 那是左手 现在换右手 要不要平衡一下 那右手来一下嘛 现在换右手 要不要加量一下 希望大家给我训练指数提高一点 这样我们的那个肌耐力 可以再提高一点 神经 我听说是那个预购完 然后你的那个购买连结 就会关闭 对对对 我们就不会有 不会再有签名的这个 这个限量版 那是可以到你的 相关的社群平台去查询 还是怎么样 可以到我的Instagram Instagram跟Facebook 上面都会有连结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 非常很简单就可以购买 其实在台湾呢 这个会唱R&B 或是唱灵魂的人很多 但是呢 比较专业Neo Soul这一块的 其实我觉得 人还算得上是不多啦 这样子 然后Linia算得上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走比较Neo Soul 感觉的一个歌手 那只不过呢 这张专辑 我觉得也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变化 我是有听错吗 你有Bassanova在里面是不是 其实他介于中间 就是我们没有到真的很Bassanova 就是他 因为我们 其实那个有点刁难 那个刁难鼓手 因为我跟他说 那个鼓的轻重 我不要那么Bassanova 我要有一点Jazz 然后他就说 那我到底要怎样 我们说就是 开了一个难题给人家 65% 65% 65% 35% 就是因为我觉得佩宇的声音 非常的疗愈嘛 然后因为他 我从以前就很喜欢红佩宇 就是他在超偶的时候 我就很爱他 然后反正到现在 然后终于认识了 他知道这件事情吗 他如果现在人在旁边 应该会揍我一拳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被他揍几次了 但没有关系 我们踮起脚尖爱 然后他就真心的写 你是真心的从超偶 那个时候就观察他 真心的啊 真心的啊 而且那个时候你还在念书 对不对 我那个高中 还国中 我忘了 所以你该不会很失礼的 对他讲说 我从小替你的歌长大了吧 然后他就揍我一拳 你很欠揍啊 这句话蛮适合揍人的啊 但你就喜欢啦 但有很喜欢他的声音 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 不会让人家有一种 就怎么讲 就是应该说他的声音 会包覆着你 然后我觉得 因为这首歌叫Frenzor嘛 然后他其实是由 一个自浅的平衙技巧 Frenzor来的 所以他是一个下浅的过程 那我就觉得 在海里面的时候 如果我已经 把海的画面呈现出来了 我需要一些鱼群 那红沛鱼刚好是一只鱼 的感觉 就是有一些联想啦 就是红沛鱼 然后他的声音又是这样 然后好像又是一个 女生的声音 可以在那个地方里面 有一些好像被温暖包覆的感觉 我觉得你想到包覆这件事情啊 我就想到安全感 就是他的声音 或者是像你的声音 你有些时候唱情歌的时候 那个声音真的会让人家觉得 有一种安全感 就是在你一天的慌乱忙乱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 听到你们的声音 不管是你也好 所以说我就想说 找来红沛鱼 这真的是找对 没有想到是这个理由 从小听红沛鱼的歌 找到OK很好 但也算红沛鱼大气 就没跟你计较这件事情 还跟你合作对不对 没有啦 因为我跟他真的私底下 是蛮好的朋友 当然当然 就是我们两个 蛮常会去 可能会去散步 聊蛮多事情 就会一直有bramstone 然后想出很多事情 然后想出很多 就我们两个之间会有一些默契 而且两个又都喜欢音乐 对对对 OK好 所以说在这张专辑里面呢 就有一首歌曲 这个Linion找来了 红沛鱼一起合作 这首歌就叫做 Friends Or OK好的 大家可以听听看 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太 甚至于在这张专辑里面呢 还多了很多的民谣的元素 甚至有一首歌曲 是用一把单纯的吉他 然后就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 算来上是某部分走出R&B 或是Neal Soul的歌 但某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是更多元 更不同的理念 恭喜你 谢谢 谢谢豆子歌 会做的事越来越多 音乐也越来越多面向 生活的技能也越来越多 这是一定要的 又潜水 然后又变烹饪大师这样 天哪 然后那个心思又够细腻的 好复杂这个人 其实不会啦 就是江振的生活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这些事情而已 而且都是很乐活的事情 至少不要坐在原地发呆话 手机 真的 好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大家呢 如果想要去收藏 这张实体专辑的话 也可以到这个Linion的 相关社群平台 包括了IG 包括了Facebook 然后呢 都有它这个实体专辑的 一些购买连接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个把它收藏在你的手里 感觉会格外的不一样 很开心 经理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谢谢豆子哥 然后呢 这个 下次呢 我会记得这件事情的 哎 该到你家吃饭了 来啊 好期待哦 技能如何训练养成的这样 再次谢谢Linion 这张最新的专辑 专辑的名称就叫做 还好 谢谢Linion 谢谢豆子哥 I like Yiling Sun I like Radio You You Go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